作词 李宗盛 寂静的夜 冷冷的月 流星划过天边 她的身影护影红线 这一的人成一指尖 成寒写的夜 生与死就在她的弹指一回之间 来无影 去夜无踪 这寂静的夜空 忽然风起云涌 美容 我们是长期英雄 一路向前走 真意迎向心中 嘿嘿 绕 绕 超级英雄 让豪然真气 穿越时空 我们是天雄 嘿嘿 绕 长期英雄 一路向前走 真意向心中 嘿嘿 绕 绕 超级英雄 你们看 用这个挡箭不是很好吗 三哥 小心 当心 好险 没事了 你们跟我上 你们看 这一层干净的很 什么都没有 你可千万别大意 这是全楼最危险的一层 白少侠就是在这里 你们说那盟丹到底在哪呢 你们看 那有一个铁侠 估计就在那里面 我去拿下来再说 千万不能乱动 万一触动机关 我们可就全都逃不了了 有这么厉害 你们不知道 这铁侠连着机关 一旦触动 脚下的地板顺势裂开 我们会落入铜网 被乱箭射死 这就是所谓的铜网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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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爷 这机关还没破 想必他们是九死一生了 我这铜网阵 连铭镇武林的锦毛鼠白玉堂都没能逃过 他们几个必死无疑 王爷 等天一亮 我们就派人去收尸了 天快亮了 我们不能再等下去了 咱们动手 咱们动手吧 死就死了 那好吧 生死由命 铁侠二哥跟故 战护卫 你先上杭梁去 要非常小心的靠近铁侠 你可以用剑去触动它 里面有暗器飞出 然后铁侠就会坠落 你要当心不要被暗器伤着 在天下坠落之前抓住它 展护卫 这很难 真的很难 稍有多慎就会触动机关 我们都会深陷同网阵 没人能够幸免 展昭明白 不好了 不好了 王爷 他们落入同网了 走 天助我也 天助我也 王爷 包拯手下那些乌合之众 这下死无全尸了 包拯 你也活不了几天了 天就要亮了 胖子 你别压在我身上 你不知道你有多重 徒子 别吵 反正就要死了 谁死在谁身上还不都一样 这箭怎么还不射 胖子 你找死啊你 胖子 这箭尾把我射死 你倒先把我压死啊你 快看 你们快看吧 你们快看技巧 一定是寒蝉寒意识 你将总机关破了 三丁 四丁 小护卫 十二哥 卢大哥 我们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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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这呢 那个铁匣子的 快找蒙丹 好 是不是这个 对 就是他 弟兄们 快走 快 来 王爷 王爷 大事不好 王爷 大事不好 怎么不好 你见鬼了 小的带弟兄们去收尸 可是 混蛋 快说 通往这一破 蒙丹不见了 王爷 这人废物 这如何是好 如何是好 笨蛋 还愣着干什么 快派兵包围包整的铸地 是啊 来 包大人 你们回来了 怎么样 蒙丹已经到手 只是龙袍尚不知下落 好 辛苦大家了 那位小师傅呢 小师傅说 冲小楼已破 他要去师娘的坟上告慰老人的亡灵 还是为孝子真是令人敬佩 包大人 下一步该怎么办 大哥 当然是抓襄阳王为五弟报仇 对 事不宜迟 捉拿襄阳王 出发 是 是 开门 开门 快开门 快开门 包长 你已经被我们包围了 你若交出盟单 王爷获取开恩 饶你不死 否则 我把这小小的客栈给荡平了 来的还真快 来的正好 跟他们拼了 我们护着包大人杀出一条血路 对 各位 他们人多势众 强行突围 必吃大亏 包大人 难道咱们就在这里等死不成 死不足惜 当务之急是要想办法保住盟单 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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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昭 你武艺最高 你带着蒙呆杀出去 赶快到九沟寨忠雄那搬救兵解围 可是 包大人 您 不必多说了 快去 是 外面是怎么回事 包大人 到了 展护卫正在接应 什么 中寨主已经到了 包大人 襄阳王的兵都退了 包大人忠雄来迟 让包大人受惊了 中寨主 你是怎么得到消息的 展护卫刚要敢去请你 今天一大早 有个人自称是城外酒店的小二 说包大人要有危险 中寨想此事非同小可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所以就赶快带殿前来 那位报信的殿小二呢 刚才还在我身边呢 王爷 王爷 大事不好了 中寨带领人马 杀进襄阳 把包拯救了 什么 王爷 王爷 不好了 花虫骑上快马逃出襄阳 不知去向 完了 全完了 王爷 你怎么了 王爷 王爷 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滚 是 是 是 仔细搜查这所房子 抓住襄阳王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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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大人 我们在王府上下搜了个遍 也没有发现襄阳王的踪迹 包大人 王府后院也没发现襄阳王 怎么 你们也没抓到襄阳王 没有 襄阳王 襄阳王没找到 他能躲到哪去 包大人 我的兵马已控制了整个襄阳城 襄阳王他跑不了 时间这么短 他不可能逃掉的 难道襄阳王也和咱们哥几个一样 能上天入地 我看难说 包大人一定记得 上次襄阳王假装出去打猎 又是我们去到蒙丹 可结果 他的人马突然又在王府内出现 所以我估计 这王府中必有地道通向城外 蒋义士说的很有道理 好 大家赶快分头去找 是 是 包大人 皇上给的期限已到 今天如果抓不到襄阳王该如何是好 是啊 蒙丹虽是一件物证 可最要紧的是将襄阳王送到京城面见陛下 包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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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意识厅果然发现一处地道 钟雄叫我回来报告 他自己已顺着地道追去了 他一个人先追过去了 是的 怎么 怎么 有什么不对头吗 这事情有些不妙 包大人 您快说 怎么不妙了 是啊 有什么不妙的 钟雄最重情义而己 将来吃软不吃硬 我担心他经不起襄阳王苦苦哀求 会念在襄阳王曾有安逸他的情面上放走襄阳王 那我们顺着地道跟上去 是 探护卫 你带领弟兄们赶快行动 是 诸位义士 跟我来 站住 你往哪里跑 王爷 我们又见面了 原来是钟雄 没想到王爷还记得我钟雄 别再叫我王爷了 我现在已经是朝廷的亲犯 一条丧家之犬而已 既然知道 你还不束手就擒 随我去开封府逃案 钟雄 事已如此 你又何必苦苦相逼 想当初你我交杯唤斩 纵论天下 想当初 想当初你安排花冲来监视我 想当初你将我的身家性命交在花冲手里 由他处置 花冲只是鹰犬 而你钟雄却是帅才 如今说这些都没用了 废话少说 随我去开封府投案 钟雄 我知道 你为人一向看重情义二字 难道你就真的不顾当年的情义 要置我于死地吗 如果你真的要以我的命去换得皇上的赏赐 那就尽管拿去 毕竟你做过我的部下 死在你的手里 总强过死在包城的扎刀之下 世人都知道我钟雄钟情义 当年如果没有你的赏识 也不会我今天的地位 我不能忘恩负义被天下人耻笑 那么 你走吧 今后不要让我再看见你 快走 趁我还没改变主意 钟寨主 追到襄阳王了没有 追到了 死 那人呢 我忘了他 你当真 什么 好啊 混蛋 你知不知道俺五弟死在他手里 姓钟的 你安的什么心 我没想到你和襄阳王是一流祸缩 二哥 兔子 跟他有什么好啰嗦的 姓钟的 你放走了襄阳王就是俺徐庆的仇人 拿命来吧 徐熙兄弟 警长大 俺可告诉你 今天谁敢拦俺 就修盖俺徐庆翻脸不认人 展昭 我们兄弟的事你最好别管 大家不要冲动 听包大人的 襄阳王谋反 危及邻民百姓江山社稷 眼下襄阳王正在逃亡 你们怎能为个人恩怨而治国家安危与不顾 包大人言之有理 对 还是追襄阳王要紧 咱们赶快朝他逃跑的方向追 好 姓钟的 看在包大人的面子上 暂且将你的人头记在你的脖子上 如果抓不到襄阳王 我就用你的人头祭奠我五弟 胖子 废话少说 快追 好 快追 徒子 往哪儿追 包大人 这条路是通往九沟寨后山的 俺地心看 襄阳王除了这条路已无处可走 那就沿着这条路往前追 展昭这家伙跑得可真快 王爷 请跟我们一起回京城面见皇上 这条路的夜晚 默默摊开了情感的手去 耳边轻轻的话语 能留下回味继续 激情奔用的夜晚 无声呼吸 我才把你想起 我想知道 我想知道 经过风雨的你可 经得住在一次 荒暴的风雨 我想知道 在风雨过后 能否得到你我 想要的结局 我想知道 有过有虑的你 抛开手伤的痛 留着心 不被占据 在这漫漫长夜里 用情话 再贡献一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